应该开始了 是 看到录音键了 是 现在是7月22日凌晨 即是7.21当晚的晚上 是晚上 已经过了凌晨时间了 那今天呢 其实我们都预计到一定是发生大事的了 因为呢 今天民阵就申请这个游行了 是吧 那警方呢 批那个不反对通知书呢 只是去到湾仔的牢压度 那很短的 因为牢压度就在收阵球场隔离 是吧 是 没错 是的 所以去到收阵球场呢 就已经是 那个不反对通知书已经完结了 那接着呢 警察去到4点半了 因为我呢 就其实在4点钟呢 就带着我们的支持者 有没有20多人 22人左右 那就由这个俄颈桥就插队 那民阵的那个队伍呢 大头呢 刚刚好来到我们面前 是 就是刚刚到4点钟 有没有都是4点钟来到俄颈桥 那我都拍下了 那跟着呢 因为我们在旁边那条线呢 因为当时警方已经开了整条这个叫做呢 牵利之道 嗯 我们呢 就跟着一路大队一路走 所以呢 我们其实就是等于跟这个队伍呢 是同一路一起走的 嗯 嗯 走到去 差不多这个叫做呢 额颈 不是 那个叫做 额颊 那一道呢 就应该是4点半左右 一半个钟头就走完啦 那去到那里呢 就警察突然间向后退啊 就是那个防线啊 是 那将集团的东西呢 就撤走 那就变成了那些游行人士一路向前走啊 跟着可以 是 那我们一路都经过这个叫做警察总部啦 那警察总部割了水马 那也都好 那一会儿 不好意思啊 因为现在现场呢 我们正在录音这个时间 西铁站打人在现场直播着 是 十几个白衣的人 打着一个黑衣的人 现在现场直播着 是 就是我们一会儿第二节会再说这件事啊 是 是 因为 是 就是很离谱啊 我们一会儿再说 是 是啊 那现在呢 那个 是啊 现在都见到是周围白衣的人 那些人 是 追打那些 追打那些人 进去西铁站打人啊 真的 是啊 很离谱啊 真的 一会儿我们第二节详细讲 这件事是一个阴谋 今天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阴谋 你一会儿一定要详细去讲这件事 是 那我们讲回这个721游行先啦 就是跟着再一路讲下去啊 是啊 那跟着的游行怎么样啊 那游行呢 就是去到那个 你会经过这个警察总部啦 那就见到他下了很多水马 那之后呢 就我们一路向前走呢 就去太古广场 对面 那有人呢就是 转进去这个叫做 金钟里面啦 跟着走去 走去那个叫做政府总部 那我们去到政府总部呢 其实都是5点钟而已 因为很快就行得 是 我看到都很早就 很早就已经是走完啦 是 那由于我们是队头的关系呢 那就很快了 但是原来后面是很多很多人的 我们在队头 我们看不到后面嘛 那到六点几七点呢 那些队尾才离开这个叫做銅鑼湾 銅鑼湾那个叫做 西圣大 西圣广场 是 是 那我们跟着呢 就见到那些人呢 因为那时候我们停下了休息 那网上见到那些 照片呢 就是那些人 已经走到去上环 准备向中联办方向 嗯嗯嗯 是的 所以我们就跟着呢 嗯嗯 和几个那些网友啦 那一起呢 就搭地铁去西营盘站 是 那出去之后呢 就走到中联办的 是 没错 那走到中联办呢 就见到很多很多人 哇 多到不得了 全部都是黑衣人 啊 密密麻麻的那些人多到 是 是 那跟着呢 就是 那你去到 你去到你有没有见到 警察有在 就是中联办附近报房 一个警察都见不到 是 是 沿途上环 中环上环 是没见过警察的 是 那当然我没见过上环 因为我坐了地铁嘛 但是我们在中环 金钟一带 是见不到警察的 那和向示威者 就是向游行人士了解呢 都是见不到警察的 是的 这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报房那方面 是故意抽空 很明显的重心就摆了在 湾仔自己的警察总部 跟着就是 就是 导向了你们过去 这个中联办 其实是导向了那些示威者过去 因为我们都有在警察总部门口逗留一段时间的 我们看到呢 他们除了水马之外 里面很少警察 都见不到什么警察在里面 就是他们不是说严格以待里面 里面 都站满了警察 不是的 我们就一看下去 都是个别一个半个 站在里面 嗯 接着我们去到警察 去到政府总部 政府总部 他也是架起了水马 但是见到的警察都不多 要么是十几个 就围着水马 就是在公民广场 其他地方都见不到警察 其实是很少警察的 我们就这样看 嗯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们觉得呢 就是他们怕示威者包围 政府总部和警察总部 最后警察总部 都是被人包围了 那因为他架了水马 没有人趋过去 也都隔开了示威者 没问题 那么政府总部也是 他们也是隔开了的 但是里面见到的警察 都是很少 就是不像他们说的 怕你们包围 如果正常怕你们包围 应该是很重兵暴防的 对不对 就是今天 其实他的主力 真的不知道他收到哪里 就是今天警方的部署 就是收起了警力 如果我看 其实是收起了所有警力 因为我们看到的警察 真的十分之少 就是我从铜锣湾 一直走去 这个警察总部 再过去政府总部 看到的警察不超过一百个 是的 其实跟全民差不多 就是为了减低冲突 只要没有警察 就没有冲突 严格来说 是的 没错了 所以示威者到了中联白 那我们现实呢 很严重啊很严重啊 又是Live 就是西铁站打到爆肛了 现在在现场流血了 整地 是 很严重啊很严重啊 我现在在看着 是的 是的 那我们呢 就是我 刚才在中联办旁边 左右看呢 就觉得很危险 因为呢 有大量的蒙面示威者 是在准备一些 就是自制的盾牌啊 武器啊 那我们当时就觉得 啊 晚上一定有大事发生的了 那晚上果然呢 就是他们就冲中联办啦 那但是呢 也都没有警察出来的 现场是完全没有警察 那我们 在附近 就是逗留了一段时间 那我们都年纪大了 因为我们都不是冲击的人啦 那因为有示威者 向我们派那些口罩的 那我们都说 哎呀我们都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都这些年纪啊 都不是冲的时候了 那我们都提早离开了的 嗯 那我们离开的时候 是8点多的 那当时都没冲击 那那后来就冲击啦 那后来就冲击啦 那后来就冲击啦 那就是就是 就是 就是 其实真的今晚你说 如果严格来讲 比较最严重的 就是就是向这个叫做 国辉就是喷盟啦 是 其实这个已经是所谓最严重的事情 就是在中联办门口扔鸡蛋 是 老实说 始终都是一个象征意义 远远多于其他一切 我觉得纯粹是一个情绪上的输线 因为当时外面的示威者 我想是过万人的 甚至乎不止一万人 是多到不得了我们慢慢都见不到尽头的 就是一直走到中联办的人 我们特意上天桥走 如果示威者真的要攻进中联办 其实今天一定攻到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它是一个铁的篮 其实如果示威者有二三十个 铁进去打开门 就可以冲进去了 所有人可以进去了 也没这么做 他们只是在外面 其实围中联办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其实我们之前也说过 但当然示威者一定是会意见分歧的 有些人主张要向中联办导达诉求 有一些一定是比较激进的 会主张要求你解释 或者我现在是来冲击你的 要你知道我现在不妥理 一定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那些人 是 没错 没错 那所以呢 我们看到他们那个 都是宣洩完一大轮 去到晚上 我们看到即时新闻 显示出来 警方就等那些人冲圆 其实是包围完 没有用完 中联办 警方才说要清场 才向示威者宣布要清场 那示威者 因为如果你说 就是处理危险的方面 其实严格来说是没有的 就是你最危险的时候 就应该是最多人包围中联办的时候 还有其实是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所谓 就是示威者和中联办里面的人 有任何冲突 除了你说用一些雷射在那儿写一下 然后中联办里面有人举起宗旨 在那儿回应 就是一些典型的 就是一些小学生的行为之外 其实严格来说是没有一个 所谓的危害 就是安全的情况是没有的 其实当时 他们其实隔着的门 基本上是没有 就是怎么说 没有一个正面冲突的 全部都是隔着铁门 或者隔着玻璃 是不是 那如果你说 在中联办 就没有危险场面的 坦白说 因为他们没有人士图 爬进去里面 当然了 他们打开了后门 可能后门里面 还有一道门 我估计就是 他们打开了后门的铁门之后 里面还有一道门 他们打不开 所以就回出来 是 那如果他们真的想 老实说 我觉得这帮人 其实我想都是做个姿态的 如果想 前面那个铁门 那里是2米2 2米3 那里的高 那里其实是爬不进去 因为前面是 是等于五格的那些铁橫间 其实是就这样爬上去的 那如果 当然 我也有留意到 那个示威者 有接受访问 宣读的宣言 是 其实他说的东西还是很温和 他说现在要表达诉求 是 是 有两个很年轻的示威者 我认为一个不超过18岁的 第一个读的那个 第二个读可能大一点 我想都是18、9 最多 那他们两个 就是一个宣读完宣言 另一个就说了他们的诉求 那之后呢 警方说清场他们都走的 其实都向那个 信德中心那边的方向撤退的 是 那我 跟着 分之不明白 最多冲突 所谓冲突的时候 最多就是 反而是警方出来 就是要用防部队清场的时候 是的 没错 其实一直在看直播就是那时候了 是的 当时就是架起了铁马 大家 跟着警察呢 就是开始私放出雷弹的 是 没错 刚才 其实很幸运地 就真的 似乎没有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冲突 这次 是 就是 因为其实呢 可以说是双方势均力敌的 警察呢 就没有一个 就是没有一个绝对优势 那么 示威者也都因为很多人手 现在其实双方 还在对峙中心 是 但是应该 应该 应该好像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听回新闻说 就是我看LOW 我刚才不是看CCTVB 是 是 因为我看着呢 就是上远现场呢 还是看到有警察在那里 就是 就是 但是他没有拍到另外一面 所以我看不到 是 那么 跟着呢 就 被人拍到我了 我刚刚有朋友通知我 被人拍到我们游行一下 下午我们是怒头嘛 被人拍都不出现 是 那你在怒头 拍到我们 拍到我们 是 游行 很多人去 很正常的问题 很正常的问题 公开了 是的 那我们也想分析一下 究竟呢 警察那个盘算 其实是不是真的是 林郑月娥 下了命令 喂 要抓中联办下水啊 因为没有理由呢 完全 警方没有在中联办 报任何一个警察 因为我们看不到啊 完全没有警察的 首先 主观愿望先 就是说主观愿望先 站在林郑月娥 和警方的立场呢 其实他们是很想 在他们两个之间 有第三个目标 是你们 是你们市民是讨厌的 就是站在他们的主观愿望 一定是想你冲击第三样东西 就不要冲击他们 是的 是 那我们都有留意到 这两天 就是警方那个 行为是很奇怪的 就是例如了 那一筆反对通知书 就要你申请 整天去到奴障道 湾仔 是的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公海 那些行动 其实是有很多人滲透的 是 没错 因为那个是公海 因为那个是公海 你说那个没有人滲透 是不可能的 是 你说会不会有一些人 在那里迫你去中联办 我相信一定是有的 是 那我们刚才找到的答案 你历词嘛 你历词嘛 是啊 叫人去包围中联办 去冲击中联办的嘛 你历词就是上一次 就是挑拨两代人的那条片子的主谋 是 今天他也是 今天他也是最主张 是要去 叫那些示威者去冲击中联办的人 是的 所以我们希望 国内爱国同胞 就实名举报这个港独导演 是的 这个真的是港独导演 是的 主谋的 其实今天也要赞一下中联办 表现黑制 中联办没有说些什么 他在挑战一国两制底线 是的 中联办和港澳办出的声明 其实我们看下去就是那些叫做 韩科来的 从来 其实是韩科 外交部说的 从来都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分别的 大家其实他说完等于没有说 老实说外交部 每天都谴责人的 每天都强力谴责的 说真的 如果大家觉得是严重得这么紧要 为什么你林郑现在不三点钟 四点钟开几招 就是出来哭 啊 很心痛啊 其实因为他一点都不心痛啊 因为他只是心凉 不是心痛啊 我觉得林郑真的心凉 我也觉得他是心凉 今天很明显 他就是将这个祸水引到中联办嘛 因为呢 特意报一些不反对通知书 就是批准 批到他牢压道 我觉得是他的主意来的 接着呢 驳你的示威者等 因为呢 其实个个都知道 没有可能在牢压道散人这么多 个个都向前冲 当你沿途没有警的时候 他就一直向前走 接着就走到中联办了 接着中联办了 接着中联办集结这么多人 就是自然你只要轻轻一潑 应该这么说 你说那些人完全不想去 那又不是的 就是轻轻只要有人提议去中联办 就自然就会有人想去中联办的 今天 那如果你有警察在这里的时候 那会提早对峙咯 就是他是完全零部防 特意让你去进行中联办 就是我相信林郑不单止现在 一些伤心都没有 很开心 他应该现在笑得很开心 笑得不敢开几招 就是说王志明 不是王志明 这次还不给你一支毒箭 我给你搞一个几月 是啊 搞了不止一个几月 他觉得王志明搞他很久 一上任就搞到现在 所以不跟他握手 是 所以今天就要叫做什么 引些祸水来给你 你也拍得久了 这件事应该是中环再 林郑月娥再阴西环一次 应该是 整件事应该这样解读 应该是 可以这样说 将那些祸水引去西环 让西环被人尽情侮辱 示威者尽情侮辱 还击 就是一个还击 整件事就是 首先第一 将你 示威者的罪名提升 提升到国家层面 其实上了很久了 一直都没有 例如那些激进 例如那些梁振英那些很开心 之前一直都不说话 大家看到你冲中联办很开心 哇 我有机会复活了 中联办又是时候要重用我了 你看你们被人冲击啊 冲什么击呢 就是说真的 就是扔鸡蛋 如果是这样 警察就会被人冲击了 尊严没有很多次了 如果是这样 是 没错 所以 今天很明显 这是一个阴谋来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 就是 又要找你中联办 做陪葬 其实是 是吧 不可以只是攻击我的 都要找人攻击一下 是吧 你们这些西环的 另一件事很重要 我们一会儿要说 就是 就是这些 其实正正就是 墮入了这帮禍港的人 这帮虚暴军情的人 正式 就是今天是发烂的 其实是 是 所以这帮乡黑 就是今天是发烂的 所以是很离谱的 刚才 没错 没错 我们应该下一节说 这个 这件事 是 是 感谢观看